美国联邦调查局FBI3月6日表示 4名美国公民在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马塔·莫罗斯遭遇武装绑架 FBI圣安东尼奥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4名美国公民于3日乘坐一辆挂油北卡罗来纳州牌照的白色小货车 进入了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对面的马塔·莫罗斯 车辆在进入墨西哥境内后不久就遭遇到了枪击 所有4名美国公民都被安置在一辆车上 被武装人员带离了枪击现场 FBI现悬赏5万美元 以寻找被绑架的4名美国公民及逮捕肇事者 墨西哥总统周一表示 这些美国公民越过边境失去买药 结果误入了两个武装团体的交火中 据了解 马塔·莫罗斯是海湾贩毒集团交战派系的所在地 上周五在那里发生的枪战非常严重 以至于美国领事馆对涉事地区发出了相关危险警报 当地政府也警告人们就地避难 目前还不清楚 此次绑架事件与周五的暴力事件有什么联系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3月6日报道 土耳其南部2月6日发生7.7级强震后 在针对受损毁的建筑物的调查中 该国司法部门目前已经对至少247名 涉嫌参与建造掠置建筑物的人员进行了拘留 或发出逮捕令 截至目前 地震造成超过20万栋建筑在地震中倒塌或严重损坏 4.5万余人遇难 数百万人无家可归 为了帮助土耳其开展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 世界银行日前宣布提供首笔17.8亿美元援助土耳其重建 其中7.8亿美元的紧急援助 通过两个土耳其在建项目的应急子项目提供 这两个项目是土耳其地震洪水及野火应急重建项目 和气候抗灾韧性城市项目 应急响应子项目帮助受员国快速获得应急响应的项目资金 用于市级基础设施重建 3月6日 韩国雇佣劳动部门等相关政府部门 讨论并确定了劳动时间制度修改方案 大幅修改了以每周最长52小时工作制 为核心的劳动时间制度 允许在业务繁忙期一周最长工作69个小时 同时保障劳动者申请长假休假的权利 该劳动时间制度修改方案出台的背景 使韩国长时间就业人员的人数不断下降 韩国政府认为 按周计算的劳动时间制度已维持70年 存在不合理部分 因此决定在维持基本工作40个小时 加最长加班12个小时搭框架不变的前提下 确保企业在经劳资协商后 可将工时的计算单位从周改为月 季度半年和年 与此同时 韩政府还对季度及以上单位的加班时间 做出限制 最终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52个小时 每季度不得超过140小时 每半年不得超过250小时 每年不得超过440小时 3月6日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称 展望今年全年 消费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主拉动力 更好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重点做好四个方面工作 一是多挫并举 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制定出台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策文件 二是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消费能力来自于就业 来自于收入 所以一定要创新就业 收入分配和消费全链条 良性循环促进机制 三是改善消费环境 完善消费争议多元化解机制 持续优化消费环境 让老百姓获得感强 愿意消费 四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大力倡导绿色消费 新型消费 鼓励发展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新场景 进一步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新型消费 新型型消费 新型消费 故障落 谢谢观看